《越南政变》 此版名副画获习近平支持 新年前中国各地商业界冷清殷儀馆火爆 美联储官员呼吁进一步加息压制通胀 美国债务达上限 财政部采取非常措施 富士康未经许可投资中企 被罚一千万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财经热点》 我是叶晚峰 今天是香港时间1月20日星期五 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 越南国家主席阳春福 近日辞职 很快获得了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批准 一个共产体制国家的国家主席 主动请辞非常罕见 西方媒体普遍认为 越共高层发生了内斗 甚至是政变 资深媒体人 此版名副认为 越南这次政变取得了习近平的支持 据越南官媒报道 阮春福是为他以前 担任总理期间 手下的违规行为 担起政治责任 而提出辞职 他的直接背景 是越共打击腐败的行动 多间西方媒体认为 国家主席辞职在越南共产党史上前所未见 越共高层应该是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 甚至是政变 资深媒体人 此版名副在18日说 可以断定的是 越南发生了一场政变 他分析 同时和阮春福退出政治舞台的 还有两位副总理 和三名部长等多位官员 这些人几乎都是被称为改革派的政治人物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 大获全胜的是以越共总书记 阮富聪为首的保守派 越共总书记阮富聪在2021年初 打破惯例 第三次当选越南最高的领导人职务 引起外界的批评 他从2016年启动的反腐败运动 被外界认为一方面为他整肃了政敌 另一方面也巩固了越南共产党的权力 在中共二十大期间 习近平大获全胜 任用的都是效忠自己的习家军 而被外界认为是改革派的李克强、汪洋等人 被排除在外 刺坂明夫认为三个月后 越南亦发生了几乎同样的事 刺坂明夫说 这次发生政变的主要背景是 77岁的阮富聪在几年内就要退休了 如果按照现在的党内排序 由68岁的阮春福接任总书记的可能非常大 但保守派并不想将最高权力者的位置交给改革派 刺坂明夫提到去年10月底 阮富聪访问北京 是中共二十大后第一个访中的外国领导人 他与习近平举行会谈 而且获得习近平颁发友谊分章 因此此把名副推论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阮富聪是去和习近平商量如何对付改革派 而且取得了支持 他表示两年前缅甸军方发动政变 并推翻了民选全国民主联盟政府 而事先军方首脑 亦和中国的王毅外相见过面 这几年来中国周围的几个国家 比如阿富汗、缅甸和越南的政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据传北京都在水面以下做了相当多的工作 刺坂明夫还分析了国际局势 他说美国、日本以及英、法、德等北约国家 已经在密罗紧固 筹备对中的包围网 另一方面 中国也在努力增加自己的伙伴 如今两大阵营已经逐渐形成 刺坂明夫说在远春福主导外交之时 越南基本上所走的是亲美路线 而受到越南民众广泛的支持 而下一任的越南政府 是否会放弃亲美的路线 改为亲中路线值得继续关注 越南国家主席突然辞职 也令外界担忧越南经济可能出现的变化 路透社报道中缓引专家分析指出 虽然远春福被认为是重视经济成就的领导人 但他的去积不会影响到越南经济自由化 和对外国资本的开放政策 长期驻越南的中国商人阿虹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政策的突然变化会对商界人士的心理造成影响 心理层面上会有影响 可能不敢加大投资 毕竟是一个国家的主席 叫你走就走 还包括两位副总理 这个幅度非常大 大家心里都怀疑 会不会出现第二个中国这样的情况 但他认为 越南的经济改革已经上了轨道 不太可能轻易向后转 未来五年到十年 越南经济依然会高速增长 以下的新闻是由本台记者王晓的采访报导 中国疫情大爆发 至今未见缓解迹象 中国传统新年临近 但很多城市的商业街冷冷清清 年未全无 而医院和殡仪馆则人头眨动 居住在广东某市的湖南人 刘女士19日表示 他周围的人全部感染了 当地医院击逼的情况有所缓解 但重症率居高不下 当地和湖南远城 染疫离世的人都不能及时火化 需要等一个多星期 他对希望之声的记者说 我有几个同事的父母亲已经走了 还有我们学校的退休老师也走了好几个 我们老家湖南远城那边 现在方仓医院都装不下 围体就是放在公园广场 大桥旁边、大树旁边 就是这个病啊 走的人很多 远城都处理不下 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情况 和我们有时沟通的人反映的情况都是这样 北京市民孙女士表示 都说农村的人看不起病 名丧家中 城里面的人也一样 他对希望之声的记者说 北京最紧张的时候 12月十几日的时候 北京发生医疗崩溃 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在看病 上午还在医院那里 没床 回来了 下午又去医院也没床 回家 晚上三点多就死了 死在家里面 他租的屋 我们的同事就是他的隔离 他说离世的人太多了 殯儀馆都销不及 民政局说 可以混销 就是两三个围体一起销 大家拿回家里的骨灰 是不是自己的亲人 都不一定的 毛石网友雲光河表示 截至2023年1月3日 1983年出生的他 已经失去了六位亲人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爸爸、妈妈、网友 刚笑披露 他们一个村就有二百多人离世 14日流传网络的一段影片显示 吉林通化 大家搭临时帐篷 存放围体 排队等待火化 据网络消息 在中国围体袋一度卖断火 棺材也是供不应求 单价飙升至一、两万元 中共官方14日宣布 自去年12月7日 开放疫情管控至1月12日的36日里 大约有6万人染疫离世 据公开的数据 2021年中国有1,774个殯儀馆 网友计算说 若是一个月6万人离世 每天每个殯儀馆平均火化不到一个人 这个同殯儀馆大排长龙 甚至等待很多日才能够火化的实情相差甚远 中共简直侮辱了所有人的智商 《大纪元》报导 法轮功次创人李洪志大师说 三年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 中国的疫情已经令到4亿人离世 这次疫情结束的时候 中共会有5亿人丧生 李洪志大师在2020年3月的《理性一民》中指出 目前中共病毒这样的疫情是有目的 有目标而来的 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 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 李洪志大师还在《理性一民》中 开示了平安度过这一劫的方法 远离中共邪党 不为邪党站队 美联署官员表示 尽管美国的通胀看上去有所见顶 该机构将再次采取加息措施 有多名官员表示 希望看到利率保持在5%以上的水平 摩根大通的高层也认为 美联署的利率会高于5% 克里夫兰联帮储处备银行总裁梅斯特18号 下一步仍然会有加息 政策的幅度将经过会议讨论得出 和梅斯特一样 姓路易斯联帮储处备银行行长布拉德表示 他也认为 政策利率将升至5.25%至5.5%之间 并补充说 政策制定者应该尽快将它提升到5%以上 截至去年12月 美联署的大多数官员都认为 未来几个月的政策利率将在5%至5.25%之间 1月19日摩根大通总裁大蒙评论说 他认为通胀问题不会很快从市场中消失 这导致美联储没有办法在加息到5%之后就刹车 为应对飙升的物价 美联储已经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到 4.25%至4.5%的目标 达到15年来的最高水平 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 12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了6.5% 是2021年10月以来的最少年度涨幅 戴蒙和CNBC说 他认为行业仍然过于乐观 近期通胀放缓 来自暂时性因素 例如油价回落和中国经济因为疫情放缓 市场处于不安状态 如果未来能源价格恢复上涨 而美国经济出现温和衰退 美联储将可能将利率升到6% 来控制通胀 他说任何人都很难预测经济衰退 他确实担心 恶劣的公共政策 会损害美国经济的增长 美国联邦政府即将达到 超过31兆美元的债务上限 财政部表示将在1月19日 开始部署非常措施 来应付棘手的账单问题 上星期财政部曾表示 一些非常措施包括暂停对部分政府帐户的投资 属回公务员退休和残疾基金 邮政退休人员健康福利基金的现有投资 以及暂停联邦雇员退休制度储蓄计划 和政府证券投资基金的再投资等 福克斯新闻称 这些措施可以令到财政部 能够继续向证券持有者、社会保险受益者 和其他人支付债务至少到6月初 同时也令到拜登政府和国会议员 多赢5个月的时间 来通过提高或暂停债务限额的立法 据路透社的报道 近年来美国联邦支出 逐渐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国债不断膨胀 尽管债务上限在2021年12月 已经被提高到31.4兆美元 不过随着美国去年12月的预算赤字暴增 为2021年同期的三倍 国债将再到面临违约的风险 这个月13日 财政部长耶伦呼吁国会 尽足采取行动提高债务上限 以保护国家信用 目前共和党人坚持将削减开支 和提高债务上限挂勾 并在15日再次敦促政府减少支出 不过白宫在17日的回应说 这个可能导致威胁全球的经济灾难 并将影响多项美国政府的必要活动 白宫同时表示 国会必须无条件解决债务上限问题 在当时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 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的情况下 如计国会两党将就提高债务上限 进行艰难的辩论 1月19日台湾红海旗下的富士康 因未经授权投资一间中国晶片公司 被台湾政府处以1000万新台币的罚款 约合33万美元 台湾一直对中共提振半导体产业的野心 持谨慎态度 并正在收紧立法 以防止中共蝕取台湾的晶片技术 富士康入股清华紫光集团的交易 没有获得台湾政府的批准 路透社报道 台湾经济部表示 虽然富士康未经事先批准收购中企股 因此违反规定 但不存在技术外流的担忧 对台湾经济或工业的影响微乎其微 与此同时 富士康在调查这件案的期间 全力配合 因此该部酌情减少罚款 台湾政府禁止台湾公司 在中国建立它最先进的代工厂 而確保最好的技术 不会外流 以上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点赞、留言和订阅 更欢迎你转发 这样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 再见